MOD HUMMY VIDEO 12月新上架的新片叫做巴西狂潮 那它是一部以街舞为主题的片 首先我们知道就是像体育竞赛类的电影 比如说像各种球类比赛或者是游泳或者是体操 那我们主要就要看的就是主角 它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在最后那场决赛当中取得胜利 所以我们在看它这个努力跟奋斗的过程 这种电影我们常会发现它这场决赛通常就出现在影片的第一场跟最后一场 只是第一场的时候是截取一些比赛的片段 跟比如说主角心跳声喘息声这种掉观众胃口的影像 然后中间我们就是看它的过程 像是今年暑假档的台湾电影下半场 如果大家有看的话它也是这样的结构 这样子做的好处就是让故事的终点可以非常明确 那观众在观赏的过程中也可以就是感觉到那个期限越来越逼近的紧张感 这个故事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就是这位男主角他是一个在法国来说 他是外神的一个小城的青年 然后他跟两个小伙伴一起搭火车来到巴黎 他们要加入一个厉害的舞团 然后可以在那个街舞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 然后闯出一番名堂 这是他本来心中预期的 但是很快的他就遭受了挫折 那其实我们可以预期到在这个故事当中 他一定会遭遇不只是一个挫折 挫折会接二连三的来 那他会好像克服了之后渐入家境 可是另外一个打击马上又会出现 可能他的心魔会浮现出来 那这个心魔会来自他比如说小时候的阴影之后 马上第一个挫折发生 然后他就去投靠了一个比较年长的旧事 但是这个时候并没有说出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而要到影片的中间之后才会揭露 说为什么这位男主角要离乡背景来到巴黎 然后要想要在街舞这件事上面得到一个成就 这个题材是说舞蹈而且是时下的街舞 那他就不会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体育竞赛的 会拍这个运动员比较刚硬的生活跟很苦逼的训练 就不会有这些 那观众会比较期待的是可以看到多一点的性感 多一点的潮的这种感觉 那最重要的看点就是其实就是演员们的舞技啊 然后肢体的线条跟外形 那我这部片男女主角的确都符合上述的条件 那男主角他的出身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他其实是童星 然后后来他就开始演电视剧 但他走红的关键应该是2014年的时候 这边要插入一下补充说明 就是英国有一个很著名的舞蹈比赛节目 叫做舞动奇迹 那这个比赛他的进行方式是会找电视的名人 比如说主持人或是演员 然后跟一位专业的舞者配对 那主持人两人组然后来参加这个比赛 这个节目的模式就是外销到非常多国家 法国就也有这样子自己的一个版本 这位男主角就是在2014年 他21岁的时候就获得了这个电视舞蹈比赛节目的冠军 女主角的话他自己就是音乐舞蹈学院毕业的 所以他的身段非常优美 片中就会讲到街舞是他要破坏规则 然后是一种解放 那相对于芭蕾就是非常严格的纪律 跟非常精准的优雅那两个就产生了一个很明显的冲突 然后又让代表街舞的男主角跟代表芭蕾的女主角谈恋爱 就产生了一种好像融合跟互相理解的这种情怀 那这部片最高潮的一场戏应该就是两位男女主角 他们各自去参加比赛跟争选的时候 借由了电影的蒙太奇的魔力把两个场景交互的剪接 就好像两个人在两个地方都跟对方共舞 那这场戏拍得非常好看 这次有奖侦达的奖品是我们会送出1月31号要在院线上映的电影《红蟹公主与七海人》的电影票 那么我们的问题会是刚刚说到男主角曾经在就是他真实生活中参加了一个电视的那个舞蹈比赛 那他得到了什么名次呢 请大家可以留言在可乐电影的粉丝专页 感谢观看